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江西炒米粉 有人说江西米粉煮十几分钟都煮不软,煮不熟 如果掌握了技巧,三分钟之内就能把它煮软,煮熟,并且干干净净 华人超市买来的顶级江西米粉 提前四个小时或者是过夜,把它放在冷水里泡着 在稍微大一些的煮锅里放冷水煮开 煮开后,把泡好的米粉放进去煮一下 泡过的米粉非常容易煮软,煮熟 三分钟内,米粉就已经煮好了,水还是干干净净的 把煮好的米粉用温水冲洗,过滤干 先起个油锅,打散三个鸡蛋,炒散 再把需要炒的蔬菜切丝 起个油锅,倒入胡萝卜丝跟洋葱丝翻炒 然后再倒入煮菜时进行翻炒 绿色的青菜放在最后翻炒均匀 调味儿,四克的盐 两勺,两勺生抽 半勺老抽 把调料和蔬菜翻炒均匀后倒入抖散的米粉 再全部翻炒均匀 让每根米粉都沾上调料的味道 再翻炒均匀,把鸡蛋放上去就炒好了 装盘可以开吃了 姜西米粉口感温润 我还配了一碗桂花酒酿鸡蛋汤 干湿搭配,甜咸搭配 味道好极了,你也试试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